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U19男篮征战世界杯的比赛情况 那中国队的前两场比赛已经打完了 其实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打的还是可以的 想象一下上一次打世青赛的场景 我们面对塞尔维亚和法国 其实整体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两支球队 两场比赛中国队总共输给对手113分 场均要输给对手50多分的这样一个分数 而且基本上打完一节比赛 那比赛的悬念就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两场比赛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队还都至少能够拼到第三节 尤其是与加拿大这场比赛 凭借着我们的旅欧后卫赵维伦的出色发挥 在最后时刻我们甚至还能够看到比赛获胜的机会 所以说通过这个比赛过程来看的话 这批小伙子们的成绩 包括他们在场上打球的这种精神 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即便如此 也或许是让中国球迷看到了赢下加拿大和法国 这两支世界强制的希望吧 但是主教练韩登在场上的一些调整 包括用人的安排也是遭到了球迷的质疑 认为中国队员们有机会在这两场比赛 至少能够拿下其中的一场 特别是这第二场与加拿大的比赛 更被大家看作是非常有希望的一场比赛 但是中国队在落后不能得分的情况下 韩登是迟迟的不叫暂停 更为重要的是韩登的用人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知道在这两场比赛里边 中国队的首发一号位球员 也就是能够把赵维伦按在替补席上的球员 是来自于辽宁青年队的张俊豪 虽然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打得非常的出色 也被寄予了后望 但是来到国际赛场上很明显 他的水平是完全达不到的 两场比赛他一共只得到三分 特别是与加拿大的这场比赛 全场比赛更是得到零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球员 却可以死死的把赵维伦压在板凳系上 做完首发的位置 而且从两人的出场实际上来说 差距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这个也成为球迷质疑韩登的一点 认为他任人为亲 当然我们通过韩登过往的履历来看的话 他与辽宁队似乎并没有过多的干系 他既没有与辽宁队打过球 同时也没有在辽宁队任教过的经历 所以说他重用证明辽宁队的青年后卫 原因在哪里呢 如果真要找一个原因 可能就跟目前中国南南国家队计划小组的组长 王芳有关了 我们知道中国南协最近成立了这样一个 专门去维护国家队比赛的组织 原本的话 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中国南协主席姚明 后来姚明卸任 由王芳担任组长 此前中国南南成立二队 也是王芳担任组长之后 第一次比较重大的人事任命 而当时南南二队的领队是王芳 二队的主教练就是韩登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韩登过往的履历来看的话 并没有太过耀眼的成绩 同时的话 也没有在成年队做主教练的经历 就这样的一个履历 大家都不认为他适合当南南二队的队的主教练 但是最终王芳却力排重力将他扶上了南南二队主教练的位置 而如今U19南南的主教练又是给到了履历并不丰富的韩登 这个应该说可能是韩登想要向王芳有求面怀疑报答他的一个知遇之恩 毕竟是在王芳上任之后才力排重力将他一手扶上了国家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位置 而以他的履历来看的话 缺乏了王芳的赏识 恐怕很难能够达到如今的这样一个位置 当然这种的只是一个球迷的猜测 并没有具体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而张世豪能够去担任到国家队的主力控球后卫 这个可能也跟他以前在国内的表现有关 毕竟在童年那段里边他还是比较出色的 只是没想到赵维伦在世界大赛道中的表现如此惊艳 完全是盖过了他的风头 这也让他这个手法显得有点名不符实